大家好,我叫宋杨 我是维多利亚州选举委员会VEC的一名工作人员 如果您在8月28日下午4点之前 已经在10月份的市政府选举选民登记册上完成了注册登记 那么在10月初,您将在您的信箱里收到一套投票材料 如果您在10月16日之前还没有收到任何投票材料 那么请拨打电话9209-0106 向墨尔本市政府选举办事处另外索取一份 我们来看看投票资料里有什么 两张选票 粉红色的是选市长和副市长的选票及竞选声明 蓝色的是选市议员的选票及竞选声明 一个选票信封,一个游资已赴信封 接下来为您演示如何正确填写选票 我们先来看粉红色选票和竞选声明 第一步,如果有需要,请人帮您读一下竞选声明 接下来您需要决定选谁 第二步,如何正确投票 根据你的选择顺序,在所有格子里填数字 在您最希望当选的领导团队旁边填1,在第二选择旁边填2,在第三选择旁边填3,您必须填满所有格子 我们来看看蓝色选票和竞选声明 第一步,如果有需要,请人帮您读一下竞选声明 接下来您需要决定选谁 第二步,在蓝色选票上选市议员的时候,您有两个选择 选择1,横线上方,在您最喜欢的候选人或者候选人团队旁边填1,选票就填好了 或者,选择2,横线下方 根据您的选择顺序,在所有格子里填数字 在您最希望当选的候选人旁边填1,在第二选择旁边填2,在第三选择旁边填3,您必须填满横线下方所有的格子 接下来,为您演示如何寄回填好的选票 第一步,把粉红色和蓝色选票放进选票信封 第二步,在选票信封背后,签上您的姓名,注明您的生日 当天日期,把信封封好 第三步,把这个信封放进游资以赴信封 第四步,尽快寄回您的选票 选票最晚必须在10月23日星期五下午6点之前投进邮箱 或者送到您本地所在的选举办事处 您的墨尔本,您的选票 Your Melbourne, your vote